蒲宗夕 אני chois Covid-19 今天很高兴 这时候我们请到福利台湾国务局长です 來談大家總會覺得一個三十分實踐 當代國館跟駐品社群的合作模式 剛好我們去年 當代國館跟臺灣的駐品 台灣教育今天有當過一個 臺灣的駐品當代駐品站 那個展覽也是滿受歡迎的 剛才請回來 剛才是道士長 然後找到一些 就是最後一批搭訪 所以這邊有展覽 我們就送粉絲們看一下 其實當時我們跟這個 他們也是一個教育基金會 民主黨教育基金會 他也有一個駐品編識海南的 他們的目的就是 也是要去推駐民藝術文化的當代化 所以他們都會是辦一個獎 叫平馬獎 這個獎就是手藝的 手藝高超的這張 利用特地馬來先往他 所以當時這個獎 辦來兩屆 也是必要 第一屆是有一點比較公主獎的性質 那第二屆 剛才我辦的時候 我們就跟那個教育基金會談 你知道 你希望不是把它做太作品打項 而是太明明 那時候是不是公主作品打項 你需要是去展現這個 作品後面那個作者 作品後面那個副羅文化 或是整個 或是整個文化的地址 所以當初我們 就這樣去推畫這個當代 所以 因為在我們所認識的 台灣民族民族家的人 他們都是 你叫做全宏輝民族家 他們不會說 我現在去創作 你現在回來生活 你要去工作 所以他們的生活 創作的 性感 都是一起的 他甚至他 也是個 邀歌家 也是個畫家 也是個很會歌唱的歌手 所以我當時就是 呈現這樣的方式 來看到他們 比較有前方 而是 我真的就 搖合一堂 能走 那今天 我們有機會 聽 口罩來談 剛剛 國台國也是台灣首位的部分 最早有這個 台灣民族民的文入點長 因為我很小時候 盡量那些 當時陳其木先生 報道很多手稿 甚至很多人都在展示 那時候就覺得 喔 都很細 那現在 他是專門做這一塊 而且他們 剛剛聽起來 其實他們很容易 都擔戴了 是不是把 你們的東西 做到機場 做到國家的盪母機 然後之後展規 就跟你們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 沒錯的 沒錯 因為過去我們在機場 看到比較是 文武功的 是吧 有老闆 有在店內 其實是在賣物製品 可是他們講 那些 比較原創的東西 就直接到 到這個 大門的氣氛 帶來對話 然後最後 今天我們 難免這個機會 就把麥克風交給 先熱烈的部長 那你好 謝謝館長 然後 非常高興 今天有這樣的機會 跟各位分享 那 我先 來分享我自己的 策展經驗 那 我的策展經驗 其實跟我的 這個 工作的背景 還是學的背景 其實很有關 也許 跟各位 背景稍微有點不一樣 那麼 我自己是學人 內學人 我現在在工作的博物館 是合力台灣博物館 它是一個 歷史文化 自然的博物館 那麼 長期以來 那麼 我的策展經驗 大部分都牽涉到 是一個 做這個策展 歷史文化的展覽 那麼 很多時候 是做原住營的展覽 但是不完全是從藝術的角度 多是從 反統文物 這個 歷史文化的角度 來設施 那麼今天想各位談的這個 倒不是這個 這個 我過去展覽的 完全的經驗 而是 一個這幾年來 有一支 比較參與比較多的經驗 來跟各位分享 那麼 這個 我設施的這個 特別是跟這個原住的社群 一起合作的經驗 什麼 可能講的 不比較會 故事會比較複雜一點 但是 我主要的 想要談的 我覺得社展其實 不外乎兩大問題 你如何來詮釋 一個展覽 它本身就是一個詮釋 你如何來做詮釋 第二個其實也是很關鍵的 過去也許沒有太多的問題 作為一個國務館的特展人 如何詮釋 才是我的最主要的方法 誰來詮釋 其實根本不是一個 我有正當的問題 我的展覽當然是我來詮釋 作為特展人 本來就有一個作為這個詮釋 一個作者 畫家 著作權從來 我的作者的權力 從來沒有被質疑 但是 在近年來 這個誰來詮釋 這個問題也開始 至少在我的這個特展領域 開始變得很 敏感起來了 過去的這個 因為這個 你知道這個 有些歷史文化的展覽 它牽涉到的原住民 比方說我要展個原住民的文化的故事 牽涉到的是我的那群人的故事 那麼 牽涉到我做的全是 它的原來的被假陳述的人的 它自己認不認同我的故事的詮釋 那甚至更進一步來講 它是不是這個全是故事的聲音 我來講阿美圖的故事 是不是該由阿美圖的人來講 會比我這個 學 這個博物館的研究人員 特展人來講 會變得更正當 不只是說至少該分享給他們 這個問題其實以前不是問題 現在這幾年來 21世紀以來 逐漸也變成問題 所以我今天要談的 故事其實都圍繞著在這兩個 誰來詮釋 如何去詮釋 當然不是用其他的媒體的方式 而是用博物館最熟悉的方式 展覽來做詮釋 這兩大問題我會一直圍繞的 首先我想稍微介紹一下 整個如何詮釋的背景 其實我們如何詮釋 也不是自己作為這個學科的策展 其實我們當代博物館 其實對於如何來詮釋 呈現這個部落的文物 我用部落的文物 我不是用這個原住民的文物 是說其實這個狀況不只是台灣的現場 其實全世界的現場 世界上的這些部落族群 其實從19世紀以來 大量的這些文物 或當成藝術品 或當成工藝品 或當成歷史文化的收藏品 大量的從19世紀以來 已經跑到西方 或者是比較當代的都市國家的 博物館裡面 這個現象已經有幾百年了 而博物館裡面 對於這些被收來的文物 其實它傳統上來看 至少就現在來看 我們至少可以分成這個四種角度來講它的故事 四種角度來詮釋 這四種角度當然詮釋的方式可以很不一樣 但是基本的方向卻很 卻可以歸納成這四個 第一個左上角的就是強調 我想看你們在博物館 在一些古美術館 特別假如比較西方的一些大都會美術館 這個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 大都會美術館 或者蘿蔔溝 你會看到這樣子的模式 純粹是藝術形式的 從藝術角度來呈現 那麼 第二個 第三 右邊這個 它特別強調 文物收集的背景的歷史的 就是說 其實博物館有時候展的東西 它不見得會跟你講說 那個展品文物是怎麼來的 但其實它怎麼來的 特別是這種歷史型的文物 待會我們會看到 這些文物怎麼收進來的 其實也可唯有意思 有時候它也是整個 殖民主義 帝國主義的背景的過程 那博物館通常以前的故事裡面 通常不會跟你說 它不會說這個 這個 單一博物館不會特別跟它講 跟你講說 你到單一博物館看到 希臘的那個 這個 衛城的那個石雕 覺得很感動 但單一博物館不會跟你說 這個中間其實它長期豪爐 它如何在十九世紀末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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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雕城的爵士 如何把它偷收的 他會跟你講這個故事 他會讓你看到這個故事 但是 逐漸的 有一些 博物館開始 用這樣 用 他覺得這個 背後收藏的故事 其實也很重要 它告訴我們的故事 雖然不見得 文物本身能夠完全呈現 但是 博物館如何把這些文物收進來 然後如何詮釋它 這個過程其實也很重要 所以有些博物館開始彈戰 採取這樣的模式 接下來第四個 強調 這個 西方文明接觸之前的傳統社會 這是以前很多博物館曾經 比較強調的角色 所以你到一些很多博物館去看這個 即使你現在到我們的台灣博物館去看 你會看到 我會跟你介紹這個泰雅圖 但是會跟你介紹泰雅圖 都是一些傳統的意圖 那些傳統的衣服 大概現在已經不可能有人穿了 10年以前也不可能有人穿 它可能 所以它跟你 那個廚房也跟你講的 那個族群的故事 其實是一個大概 19世紀以前 通常我們把它叫做 還沒有受到現代接觸以前 跟現代文明接觸以前的 這個布魯社會 所以它是一個 是一個被虛構的 是一個 旧的傳統的一個社會 那 接下來還有第二個角度是說 強調展示民主自身的觀點 其實博物館其實講這個 不同族群的故事 或者講自己族群的故事已經很久了 但是過去的歷史上面來講 其實也很少有 比較少讓自己的 被講的人來發出自己的聲音 那也是近年來逐漸有的 開始逐漸開始反省 條件好像不對 你去講人家的故事 派德講什麼講 其實都好像沒有把人家的觀點 自己人的觀點拿起來 似乎有點不對 所以也有的展覽開始拿入這樣子 所以說我講的這四個模式 其實是很多當代國務法族群的 最呈現這些文物的一個角度 那麼你可以看到這一張 就是一個羅浮宮 羅浮宮 羅浮宮其實也有展這些部落的文物 它這個是在比較早 現在這些東西都已經歸在另外一個 一個新的博物館 新的這個這個 博物館裡面 但是在2002年的時候 它有展一次這個部落 你會看到它整個展的就是 典型的一個美術形式 強調你如果仔細去看的話 它其實它的標 這個文物的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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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仔細找 恐怕都很難找得到 它都會躲在這個牆上 其實它整個展示的方式 就很明顯的告訴你說 你只要 其實你所觀眾只要知道 只要去看這個文物本身的形式之能 就夠了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部件形式上的展法 像這幾件東西 其實它的展這些東西其實也都是 我們把它叫做 所謂的這個 這個原始藝術的Masterpiece 在最左邊的這一件 是台灣 就是台灣的展品 台灣原住民的展品 這個 現在已經被列為國寶了 所以它展的都是各 各個世界各族群中間的Masterpiece 就藝術的表度來講是一個Masterpiece 但對當代的 對這個族群來講未必 像這個是對台灣國來講可能 它代表它是祖先的祖族 那麼待會我還會跟各位分享的 這個是一個比較想強調 跟當代部落能夠 呈現當代部落觀點的展覽 叫做奇美網路回奇美的展覽 最近奇美國務館也出了一些真實 這個我們待會也會看到 我們跟它所做的事情 這個就是一個 我2008年辦的一個展覽 2008年是國務館百年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想辦一個展覽 不只是想把這個國務館的 這個重要的收藏品展出來 而且是講的故事是想講說 這個國務館這些重要的收藏品 當年是怎麼被收進來的 我剛剛一直在說這個故事其實 國務館一直比較不會講 就是國務館會展它的東西 但是不會講說這個背後我們是怎麼把它收進來的 然後怎麼國務館過去是怎麼詮釋它 它其實並不特別告訴觀眾朋友的故事 但其實這個故事有時候 你把它仔細來解釋它 或者用特定的角度來詮釋它 其實也佛有意思的 這個就是台國館當年來採取的一個模式 我告訴你這些東西收進來 不只是說會收進來 而且是一個人 像是不同的收藏者 其實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當時的想法 他的概念 所以說這些東西收進來 其實是不見得是那麼Random的 而是跟這個收藏者自己對台灣 對於台灣歷史 對於台灣文化 或者對台灣的藝術 有獨特的想法後的結晶 那麼我們要了解這些文物怎麼會進來 其實要了解收藏者 這個角度就是告訴觀眾 這個文物背後的收藏歷史的角度的展覽 這個則是我剛剛說的一個最傳統的 我們的學科裡面 怎麼展這個各個族群的故事 我們假設說這個各個族群 都處在一個19世紀 還沒有被現代文明 突然之前的那個狀況 然後告訴你說這個族群 這個傳統是怎樣 那麼你看到很多當代的 這個當代的至少20世紀末以前的 這個歷史文化的展覽 大概都是採取這樣的角度 告訴你的故事 這個你看到一整整櫥窗的 這個傳統的物件 然後跟你說這個是豬衣 這個是他的織布肌 這個是他的刀 這個是他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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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用的背籠 這些這些組合起來 告訴你的故事 就是一個 這個在傳統旁邊 進來還沒有被污染之前的傳統的故事 好 那以上稍微介紹了一個 我們那個時候 這個剛剛當代式的 當代國務館如何去呈現 部落文物的角度 那麼我接下來想談一下這個 在真正談我跟部落合作的這個模式 就是之前要談三種當代國務館和這個地方社群互動的模式 其實這其實是一個很 很 是從上個世紀以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麼可能跟著三個方面 第一個是國務規盤 然後第二個是作為接觸地帶的貨物館 第三個可能是我今天會有什麼 夢比較多的所謂的合作策展 但是我們如果不了解過去 不了解過去就不會了解說 為什麼在後來 如建坦會發展出大家 大家才願意坐下來跟這個被展示的民族 或者是部落民族 或者是援助民族 那些人去 這國務館的策展人 會跟那些人坐在一起去談如何策展 牽涉到的前面的後面 如果我剛剛講合作策展是一個模式的話 那就會應到做這個我前面說的如何策展 那麼為什麼會有如何策展 會變得這麼逐漸受質疑 其實對前面的兩個問題就是 誰來選詩 文物的所有權 其實已經在這中間政治好長一段時間 那我們看幾個比較重要的方向 我今天恐怕當然沒有辦法全面的跟大家講 這個文物規盤 其實文物規盤是世界博物館都面臨的一個問題 然後它的設計的漫畫也很廣 它的類型也很多 有國際型的 我們大家在報紙上看的最多的就是這種 希臘政府跟大英博物館要規盤它的雅典未成的文物 或者中國政府像西方的藥酸 它這個義和團一個八國聯軍被搶去西方的這個文物 這個都是這個最佔這個 這個國際間 一個頭條的這個文化新聞就是正式新聞 而這一類的文物規盤 文物規盤不只這一類的文物還有很大規模的 這個剛剛我講的事實上從19世紀到20世紀中後期 幾乎是全面型的這個世界各地部落的文物 流落到用各種方式 有的是正當有的甚至不是那麼正當的方式 流落到西方的博物館或者是這個這個 這個讀會的博物館裡面 這個也是一個大的這個文物的潮流 那麼逐漸在20世紀末這個問題 這些文物不論是合法不合法 那麼也都逐漸地引起了如何規範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大家這個博物館跟這些部落屠主 所面臨第一個問題就是文物的規範 那麼我們它牽涉到的同時也不只是這個 這個文物的博物館專業之間的問題 還牽涉到的文理層面 那麼如果當年這個殖民主義 這個殖民主義它這個日本 像台國館就有很多這個日本時期 日本殖民政府直接就跟到原住民部落屠 把它直接拿過來 直到現在還有好些這個案例 就是說它覺得他們的祖先跟它說 當時日本警察 日本的長官到他家來 要他跟他借 但是最後就沒有還 那這些問題到底是法律問題呢 還是倫理理性的問題 這些層面其實都會接觸到 都是這些問題 一個層面 我們今天不是主要在談這個問題 而是會為後面的這個 編合策來鋪成一個方向 所以我想用三個比較明顯的例子來談 讓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這個問題 第一個我想 我就不用講太多這個恐怕是大家最知道 也是我猜也是 恐怕也是 國內全世界最著名的一個文物歸版的一個懸案 它之所以有懸案也可能是因為太著名了 所以大家都沒有解 但是實在很著名 這就是這個大英國文的LG Marble 我們叫做LG Marble 英文叫做LG Marble 其實就是雅典那個衛城的 它不是一塊嗎 我是好幾 很多古雕 在19世紀末 這個英國趁這個希臘 那時候希臘正好被 這個二層面托爾奇人控制的時候 英國的LG Marble 這個二軍大使就趁機把這個 借著要保護這個雅典的衛城 所以把它遇出來運到大英國館 這非常著名的例子 今天有個大英國館還是看不到它 那個自受上個世紀末以來 希臘正好就一直要還給這個希臘 這兩方面其實我講的都很有道理 那個希臘說 當年的正式環境不過 其實希臘是一個民主國家了 我們希望會還給他 文物在原地展當然最好 那大英國館幾天就跟他說 這個大英國館有很好的這個 博物館條件 它會保護得很好 那希臘也就不 希臘政府也不放棄 它就蓋了一個 它說我也可以做 我也可以同樣做到博物館專業 很專業的博物保護 它就在雅典當中蓋了很大的博物館 準備把它移回來 那麼大英國館還是覺得說 其實這個 其實你放到希臘只有到希臘的觀光客 但是英國的大英國館 一年有多少觀光客 所以說其實這個文物 它強調的是說 這個文物是世界的文物 它是屬於人類的歷史 不只是屬於希臘的歷史 這是所有人類文明構想的 人類文明構想 大英國館的目標就是 所有人類的文明 它不是只是屬於你希臘人的 它是所有很多欣賞人類文明都可以有的 總而言之 都有一番說法 而且最後的這個說 這個講外講去都是政府對政府的 一直都沒有下劇情的結論 一直爭執到這個後來 我想這個是文物歸版中間 最著名的 但是確實最懸案的 就是一直沒有辦法解決的一個例子 我接下來要看的是 比較跟這個文有關 其實不是一個單獨案例 而是在1990年後 美國開始通過了一個 英文比較長的叫Nastra 就是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Repatriation Act 很長的一個 中文大概就換作 美國原住民墳墓保護和回饋法 1990年通過 那這個法案其實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法案 它規定 只要你能證明 保護館你的那些文物 特別是祖先 那些很多保護館都有 藏有這個 這個印第安人祖先的這個遺骸 如果你能證明它是祖先 你就可以規管 保護館就有必要去規管它 不只是 後來這個法案不只是身體 還有它的神聖宗教的東西 都可以規管 只要你能證明它是你祖先的 你就可以要求規管 而且這個法案其實更兇的就是 其實要證明你的祖先關係 其實不見得那麼容易 尤其是對資源很少的那個印第安人來講 它更要求 它博物館有義務提供資料 所以博物館它先要求 博物館你要清查你所有館藏品的資料 然後把這個清查的資料 然後在幾年內要公佈給人家看 然後讓看到的人 然後看到的人說看到那些資料 然後它可以去申請規管 這其實是一個很radical的 所有博物館都叫苦人間化 這個光是要清查 你知道這些收藏的 從19世紀到現在不是幾萬件 幾百萬件 你博物館 博物館 就是說那些大型的博物館都叫苦人間 因為它要花很大的能力光是做清查 把它裡面產品的清查的來源都講得清清楚楚 然後要公告出來 那麼 總而言之這個話題 所以博物館就一直在這裡叫苦人間 但是這個話實行到現在1990到現在 其實算是不是沒有爭議啦 但是算是成效果章 成功的案例很多 也就是說成功的案例說 它有願意歸還的案例其實還不少 博物館雖然叫叫叫叫還是把東西做出來 還是成功的歸還的也不少 但不要它歸還的也不少 就有很多步驟看到說 覺得博物館其實我有那麼 博物館比較多資料去做它的保護 它也不見得一定要它歸還 那麼當然也有不愉快的案例 博物館覺得你這個不該歸還 那麼這個當地援助 一定要歸還 所以 但是總而言之這個方向 是大體的方向是逐漸發現說 逐漸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會有衝突 後來大家逐漸發現說 其實大家吵來吵去 一定要歸還會一定不願意歸還 其實這兩個都於事無補 所以大家最後就發現 與其真的離世火婆 但是不如說兩個合作起來去想辦法 大家退一步能夠合作來一起做這個事 也許會更好 所以逐漸地經過了十幾年的磨合 這個法案讓博物館和原住民 開始逐漸覆布到如果大家都能夠合作的話 起步更好 所以接下來21世紀才逐漸發展出這個合作社長的模式 接下來我們想看一個比較獨特的案例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案例 來告訴大家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文物規覆 可能會有什麼獨特的情況 一個是這個叫做Cannewick人 大概是也是在1999幾年 他在美國華盛頓州發現的一個畫石 你看他最後那個畫石 這個有畫出有做出這個人像的牌 這個為什麼會起真詞 你看這個臉就知道他是一個白人 就是所謂的人 人力學家叫做高加索 白人的這個 但是他發現的時候 那個做了一個探石室的定義 發現他年代 所有年代一出來就嚇死了 就是9400年 這意思是說 在美國我們大家知道歷史上 美國大概白人來的 大家都認為美國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 比較靠近黃種人的紅人 白人是大概300多年前 那為什麼會在一個美國的這個 一個遺址裡面發現 9000多年前的白人曾經到美國來 而且好像很多證據顯示說 他是被人家殺死的 所以很多人就開始猜說 是不是其實原來美洲是白種人的天下 那個印第安人其實是把白種人感受的 然後不管這個 但是無論什麼看到的人都覺得大 無論什麼最後結果怎麼樣 這個發現很重要是因為 你發現了一個9400多年前的白種人 那我今天倒不是在討論這個人種的問題 而是這個頭骨的問題 頭骨的歸史 發現了那個地方 後來發現了以後 他出了一個初步的結果是很驚人的 一個白種人的頭骨 這是無可置疑的 但是後來卻有當地的四個印第安人聯盟 就站出來說 那個地方是印第安人保留地 那是我賭錢住的地方 所以我根據前面那個法案說 這個東西是他祖先的 所以他要求把這個東西不准去做科學 因為要他把它歸葬買起來 不准把它不准做 那麼結果就開始打官司 結果官司竟然贏了 結果這個法官竟然就判這個 這個頭骨要把它重新買回去 那所有科學家都開始說 你在做明明是一個白人嘛 你看 這長相就是白人 一群印第安人說一定要說他的祖先 那印第安人也有說法 他說這些故事都是你們白人的故事 他們印第安人傳說裡面 早就有一萬年前的祖先 這個你們講的這些科學 都是白人的歷史 不是印第安人的歷史 所以兩邊吵來吵去 最後法院是叛侯 印第安人贏了 所以這個頭骨真的被埋回去了 所有科學家都氣得半死說 你把這個證據 因為這是作弊 又開始上訴 有上訴的結果 後來他又贏了 但是已經埋回去 已經造成這個損壞了 也就是 結果就是 誰都沒有贏 印第安人 印第安的部落 是浮宮的把他埋回去 但是後來他又輸了官司 所以科學界又得到權力 但是得到權力 因為他那個骨頭已經被破壞了 所以在這兩個戰力中間 大家學到的情形就是 最後沒有一個人得到滿意的結果 這是一個比較 在那個法中間比較 比較負面的案例 但是負面的案例可以學到一個經驗 如果大家兩兆都堅持的話 其實最後的結果 通常兩兆都不會很滿意 如果大家能夠合作的話 也許彼此都能夠 不見得完全能夠完全達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也許能夠獲得一些更好的 一些合作案例的情況 在接下來你還碰到一個 我想講一個也是比較奇怪的案例 這是一個 其實這是一個 當今美國發現最大的雨池 你知道雨池是什麼嗎 那個海空配下的 最大的 一般的雨池很小 在這個你看他那個 小孩子都可以坐在裡面 而且你看形狀很特殊 真的是 你要被人家介紹雨池 大概這一大塊東西 左邊的這張照片就是放在 在今天的那個 美國 純利桑尼爾的這個 歷史魔法的大體 這個石頭放在那 真的是所有的人都能對整個 站到那裡看 真的是有夠壯觀的 我今天也不是介紹這個石頭 而是說這個石頭 進來也會發生 這個Nacra 剛剛這個人骨的問題 這個石頭其實幾億 這個雨池幾億年前就落下來 落在奧勒岡所 發現的人 結果最後把它賣給那個 美國 自然史國 美國 華盛德史密斯特尼爾 這個地質科學博物館 就賣給他了 但是賣 所以他現在放在大廳 當成他的招牌 但是後來也有 其實印第安人開始跑出來 那個隱石墜落的地方 也是一個印第安人的區域 那個他又說 他又跑出來之後 那個地質差的 然後這個隱石在他那個祖先裡面 已經流傳了很多傳說的故事 所以這也是 他也可以根據剛才的Nacra來說 這是他們的啊 這個 這個博物館當然不願意啊 這個是他的招牌門面 這是他的經典的東西 怎麼願意去把他還給來了 他怎樣也覺得說 這明明就幾十億年前的東西 你說是他們的 是你祖先的東西 也就科學家來講 也無法接受 原住民部落當然也講得出 這是他的傳說 他不見得是祖先的東西 但是我們在那裡 住了那麼久 祖先對於這個文物中 也會有一些自己神話傳說 因此就Nacra的精神來講 他應該也是屬於 屬於伊地安人的部落 他可以依照 至少他可以依照Nacra的精神 請求他歸還 這個同樣跟剛剛那個問題來講 兩方面都覺得對方不可理解 兩方面都不會接受 兩方面都認為自己的理由很充分 但這個結果比較好 也許是學到 後來兩邊 吵吵吵好像不可解 跟前面一樣 最後後來大家都開始覺得說 博物館也覺得說 如果真的打官司下去 搞不好就像那個前面那個例子 他這時候反回去 那個 那個 伊地安人的部落也覺得 這樣子如果真下來 他不見得一定會贏 所以最後他達成協議 博物館還是能夠留 但是他每年能夠讓 他要招待那個部落的人 來這邊組織他自己的導覽推 然後讓他們訓練部落的人 在導覽的時候 他部落的人自己能組織一個 他們自己的角度的這個 雨池的故事 然後跟觀眾解釋 也就是說 其實由博物館出錢 讓部落的人能夠同樣的 擁有這個雨池的詮釋權 你博物館可以講這個雨池 這個作為這個地球科 地球天文的一個重要的現象 但是伊地安人 幫你伊地安人也可以跟觀眾講說 這個雨池對於他們的群群來講 曾經有什麼樣神話傳說 兩個版本的故事 博物館其實覺得 讓觀眾多聽這個故事 其實未嘗不可 那只要出點錢 讓訓練他們的當地導覽員 然後甚至幫他們安排在這裡的 這處 終於把這個還回去 當時是差太多了 所以最後大家這麼高興 這是 因此不見大家有一個共識 就是合作比較好 那麼 最後我想講的一個例子 也是今天 一個著名的博物館 右上角這個博物館 是一個 加拿大的叫做 Ubis University Columbia 他這個大學 他處在加拿大的西北海岸 溫哥華那裡 那裡也是 印地安人的文物豐富的地方 這個大學 素來就已經擁有非常多 當地原住民的雕坑 你看 這是他的收藏 非常 非常著名 收藏這種的博物館 西方的博物館 其實在當代 郭約爾什麼的都會遇到這些問題 當地 雖然收藏的越好 當地的原住民 對這個印地安人 對這個東西的文物的 所求 也就越高 這個是一個 舉世文明的這個博物館 他收藏的多 我要講的這個案例就是一個 這個 他的館長 叫做羅斯佛林 是一個很著名的 藝術史學家 他有一年他當館長 他面臨到一個問題就是 在他收藏品裡面有一個這樣的銅塊 在北美印地安人 當地印地安人裡面其實 銅塊是一個代表最貴重的 有 今天當然銅不是什麼貴重的 但是當地沒有產銅 所以 傳統來講 這個銅塊其實代表他最貴重的東西 然後做成這麼大一塊的銅塊就是這種 就類似中國的大概就是那個頂那樣子的東西 就是最貴重的東西 反正所有世界價值裡面最貴重的東西 那麼 這個 博物館裡面有一個這些 有一個這個銅塊 他是說 他當年當館長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當地的印地安人 正在跟博物館也在控訴當局 一直壓迫 這個當地的印地安人 他就這邊跟這個銅塊 借了他的大廳要舉辦一個很重大的儀式來講 來紀念這個壓迫的歷史 他不只是借了一個大廳 還跟博物館要借這個銅塊 這銅塊其實是不會貴重嘛 所以一向都是最重大儀式裡面的 最重要的東西 然後在他們這個使用銅塊的這個背景裡面 有一個最嚴重的儀式就是拿刀回損這個銅塊 那個 這個動作 這個儀式這個動作 拿刀回損這個銅塊就是 就是 就是戰爭啦 就是 當我把這個貴重的東西 不惜把這個貴重的東西當你當面毀掉 就是接下來就是沒有回頭路 儀式就是沒有回頭路了 所以他那個 他在講說他當那個館長的時候 他們就舉行了像這樣今天也不是 然後他們 還跟博物館借了我們的同帥 然後那個 他說他坐在下面就心心膽跳 就是那個 他當那個部落的人就開始拿一把刀出來 然後商場就控訴說這個 齊加拿大政府啊 白人去壓迫他們啊 他為了表示他抗議的決心 他們要重演當年 這個 這個 切銅塊的儀式 以示最嚴重的抗議 他那個館長坐在下面就是心肌鬥跳 他說那個是他的館長品 他也答應接他 然後他們拿一把 我要用當場 把館長品牽成兩半 他就很矛盾 他作為這個藝術 人類這個藝術史學者 他其實很同情 很贊成他們利用這樣的場合來做這個事 他讓他作為博物館館長 卻要眼看著他自己的收藏品 在這樣子受到破壞 他其實也很矛盾 他說他不知道該站起來阻止還是沒有站起來阻止 他用這個離世的動作來表達他對白人文明的嚴重的抗議 這一點他其實是很認同的 但是他認同他抗議的對象 所以是他同化的 後來他就想著 就 我是送他一篇文章 你看他最後還是覺得沒有去阻止他 但他們也沒有真的砍架 因為他們是虛擬的 真的沒有辦法砍他 其實哪一把刀在旁邊虛擬的 但是他說這個其實沒有真正造成傷害 他說整個儀式動作變得很 整個在博物館舉行 然後利用這樣子的一個象徵的切銅塊 這麼傳統這個名為玉碎的儀式 來表達成決心 他覺得博物館可以利用博物館的空間 可以把博物館轉化成 不只是過去這個帝國主義的這個 這個元凶的現場 你可以透過這個元凶 透過這個場 你可以把這個博物館這個場域轉化成 從被壓迫者轉化成被壓迫者 如果你會使用好好的利用這樣子的 使勤和場合化 博物館也可以被翻轉過來 為弱勢者方生 這個故事其實我講講的 不是這個故事本身 這故事本身當然是頗為蜥蜜 頗有啟示 但是這個故事背後所帶來的意義就是說 當代的博物館 他也許這種 尤其是這種西方殖民主義的博物館 或者收殖民主義 我這麼常常 他多多少少都帶有這樣子的意味 所以他過去也以為 殖民的大型的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發生 但是這樣的場域中間 你非常不可去把它翻轉過來 讓它作為一個非主流 過去它被壓迫的場合裡面 把它角色翻轉過來 作為一個非主流的發生的場合 你可以把柚物館這樣子逆轉來使用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接下來的結束地帶的概念 結束地帶其實也是一個比較 大家有時候現在在談博物館 也常常會提到可謂的contact zone 是一個著名的人類史學的歷史學 叫James Creeper 他提出來的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其實大家現在都在說 博物館可以變成結束地帶啦 就是讓所有的人自由的來參觀 這當然就是好像 但這個其實只是顧名思義啦 本來的博物館都是自由開放 你能夠限制你是你的身份嗎 你所有的人你能夠看 博物館從來不可能說要看你的身份證 所以你是原住民你就不能來看 怎麼樣 所有的博物館都是open的 那作為接觸地帶的我的概念好像是說 大家都可以freely來參觀博物館 那其實講講都沒有講 其實真正作為接觸地帶的概念 倒不是大家能夠平均地接觸 真正的接觸地帶的概念 是就像我剛剛講的那個概念 其實它是讓過去沒有權利的人 過去沒有權利接觸來詮釋文物的人 這一次也不見的能夠取得他的權利 其實所謂 最開始這個接觸地帶的概念 是一個歷史學家的概念 它講的是一個權利的編拓地帶 比方說像是這個帝國 19世紀大帝國 你在大帝國的中心 在紐約 倫敦 在德國 柏林 一些中心裡面那個 在那個大的帝國的權利中心 所有的人的權利位置是不一樣的 作為英國人 你當然看下面印度人在一個權利完全不一樣 但是你會發現其實在權利的編拓地帶 那時候權利關係就不那麼嚴重 比方說你在帝國的編拓地帶 像台灣 在大清帝國的編拓地帶 通常都會有一些什麼 設立一些交換所 在那裡 漢人 人 住民 甚至日本人 西方人 大家反而在那裡 因為是天高皇帝人 大家彼此交往的權利關係 倒不是那麼嚴重 所以有一個歷史學家 他因此就把那個地方 編拓地方的權利關係 像是那個編拓地方的那個文物交換所 那個商品交換所 是講成它是一個接觸地帶 真正的意思是說 過去在帝國中心的那些權利關係 在這裡被逆轉 在這個奇怪的場域裡面 大家的反而地位平等 大家反而能夠不受原來帝國的身分 我是英國人 我是中國人 我在偏執腳下 我的身分當然比你高 你不能隨便跟我講話 甚至我有很多特權 但是在這個編拓地帶 根本沒有人有特權的特權 大家反而能夠平等的交往 因為我放在這裡就是 有一部電影叫這個比狼共舞 他講的就是一個 一個那個 那個美國人他跑到 當時的中西部 美國的中西部 平日立安與交往部 你就會看到說在那個地方 大家其實權利關係差不多 所以它 我也不要講太多這個 它真正重點是說 以前 博物館可以作為一個 接觸地帶的意思是說 以前這些少數族群這些人 它其實沒有辦法接觸的 它可以來相關 它沒有辦法接觸的是什麼 文物的權勢 然後或者是以前 其實幾乎沒有辦法來的權利 去以庫盤 這些其實 佛物館可以把它當作接觸地帶的就是 這些人其實可以 你可以把他們邀進來 讓他們共享你的權利 對物件的權勢的權利 而不是說參觀的權利 大家作為權利參觀 這哪叫分享啊 你一定要分享你根本 不能跟假的權利 這才叫權利的這個接觸地帶 這才叫創造一個接觸地帶的場域 在那個特殊的場域裡面 一個我作為一個研究人員 跟待會兒我會看到 真的我有建議過這個接觸地帶 作為一個研究人員 我照理說對文物應該有絕對的 詮釋的能力 然後沒有那麼多資源來研究它 其實在那個場域你會發現其實 你一旦邀進他們了 族人也可以跟 也有足夠的知識跟這個研究人員抗衡 他逐漸發現說其實 博物館的譬如是那麼 博物館的權勢角度 並不是那麼天經地義 它不代表一個 不像故宮的權勢角度 就是無可挑戰 他發覺 他也可以對這個文物講出一個 他同樣可以跟博物館的聲音 同時定義 至少不是 如果不是臨駕其上 至少是能夠同時定義的 那個解釋權利的時候 那整個情況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接觸地帶的概念就是 博物館 可以創 它過去 曾經是一個權利的地帶 有很多對文物的權勢的權利 對文物管理的權利 可以作為讓它成為一個 權利共享的一個特殊的場域 在這個場域裡 過去被視為低下 比較地位不高的人 可以在這個場域裡面 跟過去認為地位 過去權力很高的人 平起平坐 甚至故鄉便捷 這才是全接觸地帶真正的概念 所以接下來 其實這樣子的背景 預料以後 大家也多少可以看得到 到了21世紀 這樣子的概念 就會逐漸形成 合作特產 21世紀 我們看到很多國家都開始 進行合作特產 它第一個是體驗 後殖民時代的博物館 而且強調是從結果 不只是最後講出結果文 而且是過展也很重要 那種 就稍微敘述一下 我所經歷的這樣 這幾個模式 我看到台灣現在 大概發展到現在 合作特產的模式 大概分成兩大了 一個我把它叫做 社區 這個 或者部落型的這個特產 一個是都會型的 部落型的就是 就是很簡單在部落展 都會型的就是海盜都會來展 那其實部落型的展覽 我又把它分成兩個 一個就是我目盤講解 那待會我會講比較多 那是因為這個台博館 主要採取這個模式 但是也不完全是 部落型的展覽 這個模式的 有一種叫做 駐點福島型的 那主要都會型的展覽 也有不同的模式 那為什麼會有採取不同的模式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實際 不同的博物館會採取 因為它自己的資源不一樣 那麼其實真正牽涉到 合作策展的角色 不只是地方 當地的博物館 還有這個 這個都會型的博物館 其實還有一個 它真正會涉入的是 當地的community 那個社區 社區 地方博物館 還有國家博物館 或者都會型的博物館 其實它形成一個三角關係 所以如果他們合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的 彼此的資源不一樣 如果他真正合作的時候 他不見得一定是這個 一方面 一個在福島 另外一個 一個是絕對強 一個是絕對不強 其實你會發現整個過程 不是說單純的是單下面 而是說大家都會從中間獲得一些 大家也都因此會互補得到一些東西 這才成功的一個合作策展 應該把它 balance 這三個條 三方面都有balance 然後三方面因此都有所謂 當然不成功的就是三方面 其實有情形的那一方 最後變得很不成功 那也可能的 那我先看看社區型的社展 那麼那個強調部落 就是展覽的目標 其實它不是 其實展覽的目標它其實不是 在這個都會介紹這個族群 而是把文物帶到部落裡去 然後讓文物跟部落的人對話 那麼 所以車展的角色在於 它使這個 部落的觀點能夠透過文物能夠講出來 然後最後達到 甚至達到這個 這個部落社區營造的文物 我們做得很好 我們做得不一樣 所以我們待會看到 我想要用不同的類型 在這個我看到的其實有兩個不同的類型 我剛剛已經說過叫做文物反鄉形和物件的部落型 文物反鄉形其實很簡單的就是物的 凸顯物的特色 那麼 讓原來的物 原件的物件回到部落去 有時候你會發現其實 物件其實有它 國務管 無論怎麼講它都是一個物件的場所 人人也許 對於什麼傳統文化其實不見得有具體的概念 但是你看到一個過去你祖先穿的首飾 自然而然會想到這個傳統 所謂的傳統其實在概念上面其實有點虛無 但是它看到這個實物的時候 自然就會觸發你的傳統 所以物可是一個媒介 讓所謂的傳統文化資材 這些比較抽象的東西很具體的回去 所以在物作為一個角色 作為正希傳統文化或者是正希它的傳統意識的一個 重要的中介其實是一個 國務館很重要的一個力量 很多的地方國務館也都開始逐漸了解這個物的力量 所以就用這樣的策略 但是有的館 像我看到的台灣史前文化國務館它的策略 史前文化館不是說不採取這個文物反鄉 因為它的文物其實比起它年代比較淺 比較早 比較晚 所以它的文物年代比較沒有像一個大國務館 年代動輒一百年文物隨便就是拿出來 就跟人家宣稱說這是百年的文物 其實百年的文物不見得比這個五六十年 其實三四十年來的好 但是這個年代成員就好像久不一樣 越成越相反 會讓人家覺得有歷史的感覺 歷史的深層感 沒有這個深層感的館 總常它也不是說沒有優勢 它採取的就是 我有能力 而且它會在台東 所以它採取的模式是 註點是 我可以派一個館員 比較有經驗的車載人員 到那個部落去跟你住三個月 或者長期的跟他來往 因為地利的關係 直接讓他去福島地方的小館去 讓他做出一個才能 這個模式 兩個模式其實都滿有意思的 也都有做出一些過程 一些很有意思的過程 就是我跟各位要分享的就是 我的第一檔 2019年跟齊美有無關 齊美其實 它是齊美這個部落 其實它是位居在很偏僻的地方 大家有到這個花蓮去就知道 就是它是在瑞穗鄉 但是它卻是屬於瑞穗到 穿過海岸山脈到海岸那邊 大港口中間 那中間有一條公路叫做 瑞塘公路 這條小路 不是小路啦 這是比較不常走的路 它正好居在那一個點上 所以它其實交通很不變 交通不變的 當然對它來講 它的建設就比較落後 我們說經過幾十年 七十幾年才有電化 從而言之 現在文明興趣很慢 但好處是它傳統保留的多 而且它是一個相對孤立 它比較跟其他外面 因為距離的關係 比較沒有來往 所以相對的比較孤立落後 但是也延遲使這個部落 這個村落的傳統文化 得以更保留的比較多 在2019年的時候 有一批部落的人就覺得 他們這個齊美其就很好的傳統 都在這裡 那麼他們的問題也跟大部分 原住民部落一樣 老人 這個大部分的年輕人 都不會在部落裡 大部分平常都不在 平常走在這個部落街上 都是一些老人小孩 他們想說想要透過 這樣子這個展覽的機會 能夠凝聚 至少到年輕人回鄉 然後年輕人回鄉的動力 希望引有他們的動力是什麼 他們的媲美引以為傲 他們的傳統文化 他們的傳統制度 但是要怎麼做呢 這個想起來當然固然不好 idea不錯 但是你真的要人家回來 拋棄工作耶 這個平地上你有過過 你要人家拋棄這個實際的工作 年輕人回來 真的要有一個做法 所以他想到的idea 就跟我們 就來跟我們談 說我們能不能把 我們博物館有沒有請了一個 我們應該得 他說我們是不是請了一個 我們問我回去做一個展覽 那麼 他想透過這樣 正好也有一個文物館 文物館對立出了問題 我們有機會在談 在當時的想法就是說 台北館這些文物回去 也許能夠有一些做一個展覽 也許能夠無法他們的認同 所以我們idea就是 就是說 好啊 但是好 那個他們 我們的做法其實 比較複雜一點就是 首先 我覺得 我們就談好就是 他們要把他的老人家 帶到台北的庫房來直接看 直接看見 當然是一個象徵性的動作 他從雷穗 從其美開過來一大早 他要前一天要出發其實很遠 更何況帶著這些老人家來 但是效果很好 就是說其實 你會 這些老人家在這個地方看到他傳統的文物 他整個感覺都很不一樣 當時的庫房發生不少的事情 比方說 像 左下角這個 這個 這件文物 博物館當時收的紀錄很不明確 把它寫成另外一個 但其美的人 一看就看到 這是我們自己的那個 他們的明明階級帶著的禮貌 所以他就是 就是他們覺得 到這個博物館 他不只能看到 看到一些 是他們祖先的東西 再也看不到什麼 而且他能夠 而且能夠指證一些 博物館的紀錄的錯誤 總而言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之後我們的 這種文物法像 大概都從這樣子開始 即使其實花很大的工夫 老人到庫房 然後庫房 博物館的庫房其實不是那麼 Friendly的 就是他直接問說 要戴一些手套 然後隔離措施 他那個文物不能隨便亂摸 等等的 對老人家的感情很 很不適應的故事環境 所以剛開始他真的很不習慣 但是看到文物會把整個事情 整個事情都變得很不一樣 在過程中 其實精密過到現在 大概精密過五六個部落 這樣子來看 每一次看都有不同的反應 每一次看都有很有意思的故事 所以這個 第一次的時候就是2009年 他們到庫房來看 接下來就是官方講的 他們發現這個帽子 是他們這個年齡階級所戴的 所以很高興 這個展還會再看到 那麼接下來就是 我們就是花了很久時間在策展 其實我們當時的講的說法就是 你們看其實 博物館就同意他們 其實整個展覽 博物館會提供展品下去 原件下去 然後會負責做文物保護 但是文物自己的說明的故事 卻要你們自己部落人把它想到做出來 我博物館當然有自己的資料 可以跟你講真實 但是那就變成我們的展覽下去 你就好像失掉了這樣的意義 所以說跟他講說 這庫 就我們的策 專業術語叫做策展是你來策 詮釋是你來寫 詮釋是你來寫 那博物館其實幫你做這個 這個技術上的 解決技術上的問題 真正的策展的詮釋詮釋你們 這個其實是不太好做的 因為真正詮釋起來 你就知道不是那麼好寫的 當然有時候我們得互相 會給他一些提示的答案 但是我們覺得一直堅持這個角度就是 你必須想辦法去詮釋 其實他必須要花 你才發現他必須要花很多的時間去做填調 去跟老人家請問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原語叫什麼 這個以前你有沒有看過等等 但你只有經過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他才會發現這些東西 其實他在策展的詮釋 才會重新產生自己詮釋 好 待會我們再會看 所以這是一個奇美的文物館 我剛剛說他就在 在秀布蘭西泛舟的中間點 所以他其實很可惜的 泛舟從他部落的中間過去 但是泛舟客其實通常都不會上岸 通常會上岸 但是不會再往上走一點來看他的文物館 所以他的商業模式就一直 就與他擦肩而過 但是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那麼 好 這一段就是 最近的奇美文物館的問題就是 他不是一個 他的那個館員被他那個鄉公所開注 那個不續約 那個奇美的問題一直是一個 奇美一直是一個很很很很 在策展裡面很強的 他強調一個生態博物館的一個理念 所以他強調他要來做一個生態的博物館 那麼 但是他的問題是 他跟政府之間 鄉公所之間有一個比較有矛盾 那個矛盾不是今年 今年大概是最激烈的 他根本就不續聘了 那個經驗不續聘就要在這個 就是 交入中間 我們當年來展的時候也發生一個問題 文物 我們已經博物館遇下去 大概是 三四天前就已經標準到 那我們人 不展的人差不多三四天前到 到了我們才發現一個大問題 展櫃沒做 這個展櫃文物已經在那裡 照理說博物館 假如大家熟悉的話 這個情況是 簡直是不可想像的 文物已經到那裡 你要我們展櫃的錢 因為我們 文物要下去展其實一個大的條件 就是我要克服它的環境問題 我要在這裡展其實 其實我要克服它的這個小的文物館 怎麼沒有那麼好的環境控制 所以我們需要製作特別的展櫃 製作特別的展櫃需要錢 因為當時這樣的做法其實 其實也蠻受上面的讚賞 所以圓民會大地很早就撥一筆錢 特別為這個展去做個展櫃 但是那筆錢已經也都撥下來了 但是就一直在相公所 那我們到那裡的時候才發現 相公所拿到那筆錢 那個展櫃還沒發包 文物已經在那裡展櫃還沒有發包 那看起來 我們那時候就 其實大概就知道說 相公所好像其實對這樣子 反正就是他拿到錢 但技術上面就不特別 不特別去幫他做 真正的理由可能是覺得 我我想可能是覺得 這個西梅只是它下面一個村 然後它有辦法申請到這麼大一筆錢 那相公所當然是過路才是 他沒有辦法把他的錢 用在其他的地方 所以對其美也有一點不滿 總而言之他就這樣拖延了 那我們沒有辦法 只好跑到 只好用另外一個跑到這個 也不是旁邊這個花有吉利岸 萬榮那裡有另外一個 去跟他建展櫃 那實際上不是展櫃 那是一個他的賣紀念品櫃 那有什麼理由好 所以時候 當天東西文物還沒有送來之前 先去把展櫃抬下來 布展 就是我們自己博物館的人 跟那個文物館的人一起布展 這樣 那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這一幹 其實很少看到博物館 很少看到文物館其實 很多 有28個地方原住民文物館 其實並不是所有的文物館 其實都能跟社區有那麼緊密的互動 但是至少在我那個展覽裡面 我覺得 就是我們其實時間很有錢 大概三天的布展的時間 最後一天 這是最後一天晚上 大概 我們大概已經布的差不多了 其實布展布的差不多 然後就上去 已經晚上七八點了 那時候常常還在文物館的樓上 就舉辦一個部落會議 部落會議 真正來跟我布展 當然就是那些 那些部落的年輕人 但真正部落會議來的就是這個 你會看到 就是一些部落的頭目 你要知道部落的話 通常你到那種部落去 九點十點 通常大家都睡覺了 但是我們那天 九點十點 部落的人還聚集在 在這個 文物館的樓上幹什麼 討論第二天怎麼開幕 討論在一個多小時 然後大家決定去排演 所以 他們決定導覽的人是這幾個 排演不是我們去導覽 而是他們過落退老的那幾個人去導覽 那幾個阿婆 九十幾歲了 八九十歲了 十一二點的時候 還跟我們在這個網路環裡面 一個個在談說 明天開幕要什麼導覽 其實很多 我辦過很多展覽 但是一個 很少看到一個 一群一個部落 一個 很少看到一個社區 真的不想要把一個展覽做出來 我們做展覽的人 其實 其實展覽跟觀眾之間的負重 其實都很 從常都會感覺得到 但是這個 你看到 這個不只是一個群人想要做展覽 是整個社區想要 整個community 整個部落想要在做這個展覽 而且他們的確就是 認為這個展覽是他們自己的 我覺得其實 這個展覽其實就技術來講 車載技術 你看那個展櫃就知道 他們是那種展 展紀念品的展櫃展出來的東西 就國館角度來講是不堪入目 但是其實重點恐怕不是那個展覽好不好看 我相信觀眾恐怕也不會那麼多 規真正的外來觀眾恐怕也不會那麼多 但是你可以感覺到那個 社區為了因為這個展覽而動起來 那麼那些人真的想要把一個展覽做出來 他想跟外 想要講的不是跟外面有講奇美的故事 是告訴自己奇美的人 自己的故事 但是我覺得這個展覽就是一個最 當然中間波折很多 總而言之 開幕的時候就高高興契的 這個是他們的部落最引力偉要的明明階級 這個十八十九歲的那個階級 通常是部落最輕壯的 最需要負責他們在上面表演 這就是那個帽子 他在國務館看到那個 當現代的帽子已經不一樣了 這是他們當代的帽子 那麼你會發現 這個帽子展出來以後 當地就開始有人找 原來覺得說 原來這個帽子也是一個 文化的重要的文化形式 所以當地的部落的人開始把 這個人他就是 右下角這個人就是 他自己很會做帽子 但是當天看過當天 他就把他自己的帽子拿出來 然後就對著鏡頭一直很得意的解釋 其實他就很驕傲 他似乎到這個時候才了解到說 原來這個東西也是一個 博物館也要展的 原來這個東西也是值得被珍視的 他知道他很早就會這個東西 但他一直不太知道說 這個東西也可以是一個 文化形式 博物館可以展它 然後它可以是一個 至少是一條去瞭解自己 重振自己文化信心的一個東西 這就是他 其實那個 後來聽他們說 他其實這個人 其實平常 不太給大家來 個性無解 博物館中間他也都沒有來 結果開幕一次當天 他就在他手很巧 就自己拿了兩個東西來 在那裡到處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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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其實這個 策展的那幾個年輕人 其實也頗為奇怪 頗為驚訝這樣子 一個孤僻的人 從來跟大家不太來往的 居然也不會來湊這個熱鬧 那麼這是第二年 我們就跟大同鄉 在宜蘭的大同鄉辦了一個 同樣的類似模式的展覽 叫做泰雅布文物 這合作的是泰雅 這也是他們在選現 他們的部門 他們找一些騎勞 你要注意到前面這兩張是 這兩張跟這兩張照片 不一樣的地方 他們都是一群男 所以看這兩件的時候 只看衣服 來的其實都是一些男生 男人 你會看到他看這個衣服 我們幾天安排他看一些衣服 一個男生看到衣服 大概不是很有興趣 你看到他那時候不是這個 但是接著我們拿出幾件東西 一把刀 這個是根葉手刀 你看到這個毛毛的地方是人法 對泰雅豬來講 裝了這麼多人法 就是裝 有這麼多人法的獵手刀 絕對是一個 Champion 是一個超級大 超級有勢的刀 所有的男的都站起來了 剛剛看衣服看著 看著美金打散了 看到一把刀 獵人 勇士 勇士看到刀 你看這個 他就拿起刀來就在那裡 嘖嘖讚賞 那這是一個 的確不同的人 尤其是像泰雅族 泰雅系統的人就是 以吳有作品的那個 那個 有一個笑話就是說 這個泰雅 台灣 南部有個台灣族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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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族 台灣族就是小泰雅族的人 沒有什麼藝術的 泰雅族就很感謝 就說 我們泰雅族人 拿刀是來砍頭的 你們 你們這個 台灣族 拿刀是來砍木頭的 完全是不一樣的層次 你可以看得出 這個族群 其實是一個 有判注稱的 但是在這個 合作中間 全面就發生了一個問題 開始 後來 全面的過程 就會國管 就有所爭取的 就是 就是我們先把 國管就把太雅族的 所有的文物拿給他看 但是 我們本來的想法是說 我們要 就是 這是文物回鄉嗎 就像奇美一樣 就希望他挑選大蟲的 屬於他那個大蟲 你知道太雅族其實是大蟲部 我們當時希望說 你挑大蟲就好 其他的太雅族 其他的這個 其他的在那個 在苗栗那裡 太雅族的文物 雖然你覺得很喜歡 但是不是大蟲的嘛 那就不用文物回鄉了 所以好的 有幾件好的東西 最後 因為他不是 很明顯的 就不是大蟲的嘛 所以就沒有這個 給他挑 但是他們 回來 他們回去研究以後 就發覺其實國務館 好像沒有把最好的東西給他 因為他發覺 剛剛看到那把獵手的刀 就不是這大蟲 那他就覺得 國務館這邊已藏私 對 就是沒有把東西所有給他 就第二次來的時候 就寫一個很嚴重的抗議 戲就是說 他們覺得這個 的確啊 這個真的是很會抗爭 跟太雅族真的 他就來就跟國務館抗議 為什麼 你們其實 要把文物回鄉 但是 特別把好的東西藏起來 但是後來經過解釋也 經過解釋就跟他講 他們還是覺得 不行 他覺得東西要好 他覺得那把好的東西 還是要回來 所以他最後就把名稱改成 拼見太雅古文物 重現在大蟲 也就是說 其實真正這一次 他還是把好的東西挑回去了 但是這些太雅的古文物 其實 展場裡面 其實大概有 只有三分之一是屬於大蟲 其他的並不是屬於大蟲 但他們 在他們的故事裡面 他說其實那些 其他的部落跟大蟲也和有關係 其實他們也很認為說 其實其他的太雅古文物 也跟大蟲有關係 所以這個 返鄉的特展就被他們 轉成說 其實是太雅古文物展 其實並沒有那麼多是大蟲的 那麼這是最後 總而言之就是最後這個 部展 這是灘木的情形 第二年 不用回到喜美 喜美第一次就覺得 第二年就一直在跟我們談 回去了一次 我要怎麼 接下來第二次要怎麼做 就是做 就是2010年的 當喜美遇到台北 做什麼呢 第一個 票選 就是我們把文物 我現在講這個 把這個 喜美的文物列出來 然後關他們自己村民 在歐年紀的時候去購物 所以這個就是 票選要回鄉的文物 第二個 光回鄉文物不夠 他幫 就上次我剛才會看到那個嗎 東西展出來以後 村民才覺得說 哇 原來這個東西也是可以被 國務館珍視的 原來是可以被展 他家裡也有 只不過那個放在廚房的那個 小地板上 他從來不知道 原來這些東西也可以被展 也可以被 當成一個 一個國務館對象 那 所以 因此我們就得到 他們就得到靈感說 原來台 台國館的東西 其實地方不是沒有啊 像這種帽子他們也有啊 只是以前從來不認為是一個文物 這一次大家才知道 原來知道是文物 所以他不只是票選 而且一個文物去配 比方說他只要看到我們前面那個帽子 他會到部落裡去找說 一個類似的東西 或者你覺得他可以跟他配 他不一定要一樣的東西 你覺得這兩件東西 一個舊 你可能不能配一個舊 你可能去搬搬搬搬搬搬搬 你部落自己想辦法 那一個文物 台國的一個文物 像 像老鼠櫃一樣一個拉一個 所以 第二次的展覽的模式是 部落一半的東西 台國的 國務館一半的東西 然後台國國務館的東西 其實也有他們 不是由那些老人家自己來看 從國務館上帝 而是 更用 用更 雲主 或者更 那個 直接女主的方式去選出來 那麼 同樣的這個 過程中見 你看到這個展櫃裡面 這一排展櫃 這是後來相公所做好的展櫃 已經開展了 開展在七月 他差不多 那個展覽快點住的時候 展櫃才坐來 那我們在想說 既然展櫃坐來了 我們就再辦一次 那麼 你看到這個展櫃裡的東西就是 有一半的東西是部落的東西 有一半是博物館的東西 其實 無分 就一出看來也就無分宣制 博物館和部落的東西 一半一半 我覺得 因此 他們 因為這個效益 因為這個效益 最後這個奇美部落就 恢復了五項傳統的儀式 為什麼因為這個效益呢 因為他們老人家去訪談的時候 就一面問他說這個東西過去是怎麼樣 他們想到過去 就會開始想到過去 曾經有做過什麼事情 什麼老人儀式 現在早就沒有了 所以在過程中間 他們 他們不只是訪談到舊的文 我先訪談到他幾個過去的儀式 一直在第二年 部落就恢復了五項 至少他們剛跟我合了五個舊的儀式 被想起來 然後被重新再做 那麼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代表的意義 而且其實我剛剛講的 文物真的是有這個視覺的魅力 那麼 而且博物館有它獨特的這個 特殊的場域 透過這個展覽 讓部落可以知道說 更具體的體會到 他們原來還有不少東西可以一意為傲 以前放在廚房 放在廁所放在這個地上去 大家都不把它當成是一個傳統盤體 但是它經過這樣一個展覽 它只有這些東西可以傳 是 原來是它的傳統 而且還可以引以為傲 因為別人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個展覽其實並 一直在講 不是怎麼平衡的 那個 合於博物館規格的展覽 但它的意義卻很深遠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文物館像 像洗美和大蟲是有兩個模式 一個是由上而下 一個是由下而上 洗美正體行的由下而上 它從部落起來的 其實 而且其實你會看到 它部落是有意識的 把這個展覽作為它更高目的的一個手段 它藉著這個展覽去凝聚部落的意識 然後做社區製造 那麼大蟲則是不一樣 大蟲是一個鄉 所以它整個展覽是鄉公所帶動的 因為鄉公所下面 它找一些不同的部落的人 來做這個展覽 各有好壞 洗美的問題 就是今天我們進來 這一陣子也一直會延燒的問題 它到那時候 一直就會跟鄉公所的關係緊張 鄉公所刻意就不讓它的位置做 行政上很多支援 它也不難理解說為什麼 齊美就是這樣子做 很不公務員 上班不常常在 它用這樣的角度來想 那齊美當然很多就不合它的規則 但是它有時候 並不能請回到欽美的這個 這個做博物館 在這個展覽你的做法 其實可能不是鄉公所的 就純粹運作這個 一般的這個公務機關 所能夠想像的效果 所能夠達到的 那總而言之它就是不愉快 那偏偏它是一個辦政府的機構 它經費就要透過政府來下來 因此就產生一大堆緊張的關係 直到今天 這個整個緊張的關係就破絕了 其實事實上 這是不只是齊美 齊美只是最特殊的一個例子 地方文物館跟地方政府之間 一直存在著這個緊張的關係 當這個地方政府 需要它自己的需求的時候 它可能會利用 把這個文物館的資源拿做 這個不一定是完全是針對文物館的資源來使用 就會使文物館的發展方向受到影響 那比較好 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就是大佛那種模式 它就是鄉公所自己來run這個館 它就是鄉公所的館 它的問題它的缺點是什麼 它沒有辦法像齊美那麼輕民 它沒有辦法做到那麼生態的文物館 它是一個文物館 也做得有 印記好的也可以做得不錯 但是 它還是像城市型的文物館 它比較是跟外面的人來介紹 當地文化的一個館 而不是一個 深入自己部落的生態博物館 那個博物館的運作 其實是為了這個部落而run 所以說這樣子 甚至我在大同那裡可以看到 它因為是一個鄉集 所以它下面有不同的部落 你會發現不同的部落會爭取 會為了要爭取它講故事的權利 或者它詮釋的權利在彼此有競爭 這是兩種不同的模式 那我接下來就順便看幾個 我們後來做的 這個是2012年的文物 我們之前有一個事件 叫牡丹社事件 牡丹社事件 牡丹社事件 日本日軍上台之後 有對日軍部隊來攻牡丹社 打牡丹社的時候 它一路走下去 它會對它揮順的翻射 會發一個旗子叫揮順旗 歷史上的記者 一共發出五十三面旗 現在全世界就剩下這一面 這一面就在國館裡面 這一面旗這邊發的 每個旗還有它自己的原來 發的對象 它不是說隨便發的 它直接就指名了 那上面寫的這個色就是在獅子鄉 叫那個中心倫色 獅子鄉日本時代叫做內文色 中心倫色就是內文色中間的那個小色 簡單言之就是這個棋 它給那個鄉的那個 那個鄉的那個色 當他們到庫旁裡面看到這個棋 就離開要戒回去 但是戒回去就碰到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 他們要怎麼解釋這個 傳統的文物他們比較好解釋 會問他父母這個文物怎麼用 但是這個歷史文物 牽涉到的是一個歷史史前 而且這個歷史故事裡面 這個棋代表的故事很 至少從棋面的意思來講 就是日軍發給 日軍要去打母丹社 那中間其他的丹社去幫忙 幫日軍忙的 就幫日軍忙的 留好部隊 他就發給他一個棋 所以也就是說拿到這個棋的人 其實是母丹社的對 代表母丹社的對口 那現在當他回去要把這個棋子 重新拿出來的時候 他要怎麼去解釋這一段 你要講這個歷史日軍發給我們的棋子 那麼珍貴的東西其實代表的是 其實是日女祖先跟另外一個 背叛另外一個祖先的一個象徵嗎 這不是太 不太好 不太好解釋吧 所以 這次回鄉面臨的就是 他們要怎麼把這樣這個 好像不太光彩的棋子 重新解釋 後來我覺得很有意思 我把他給各位看的是 這個是他們那個 這個棋子展出來一個 他們當地的小 他們舉辦一個真文比賽 其實當天又有辦那個 座堂會請一些地方文史工作者來講 那講的也是 其實也很有意思啊 你會看到他怎麼把歷史這個 像只有日本人或漢人的 詮釋的三色世界 用原住民的角度重新詮釋 那我覺得莫過 這件事情 詮釋最漂亮的莫過於 他一個真文比賽 一個小學生的這個論文章 前幾名的文章 我覺得寫的實在太好了 它就是這個班社保護旗的故事 我覺得你看他 他說這個旗是 日本人為了不讓我們祖先 聯合 聯合 聯合以抗他們 所以拿出來的東西 這個實在講的實在太漂亮了 實在 都想不出這麼好的話了 它出去的時候還一直 這個棋是一個焦點 因為大家都會看這個棋 大家看這個棋 他們想要見回棋 是主啊 這個棋是一個焦點 但他們 我們一直在覺得說 你把這個棋拿回去 會不會顯得太 太這個 有點 你們祖先好像是 屬命就是歸順人家 你要怎麼解釋這個 不光彩的歷史 其實我後來證明是多虑的 他們可以從 他有這個東西 他們可以重新把這個歷史 用他們的腳步解釋 你會看見他很 把這個故事很完整的解釋 這個東西 讓這個歷史變成 他們一個光榮的地方 我覺得 這個 他們舉行的這樣子 其實 讓我們看到 其實地方 你不要老是認為說 他只是單純的 把文物接收回去 他其實是 文物回去 他自己會產生一個力量 甚至他會產生 不只是對他自己的 傳統文化的解釋力量 他會對我們 其實 比較主流的這個歷史 也會產生他自己的詮釋的故事 那這個詮釋故事 從從哪裡開始 就是由這一面題字開始 他的 如果你們有幸的話 去看個相聚 看個真文比賽 真的是 大家都在寫這個題 那你會發現 他們寫這個題的故事 非常有意思 我們當初的想法 其實是多余的 那麼 所以他接著又跟我們做了一個展覽 叫衣事情的展覽 衣服的展覽 其實為什麼呢 後來我們做了第一年 第二年才發覺 其實他為什麼找博物館做 其實也有他的背景 他的那個獅子箱 所以就是今天的這個車城 旁邊 叫做日本時代叫做內文社 清朝時代叫做大歸文社 他其實 你從武餐社事件 在內一代發生就知道 他其實跟漢人跟日本人 接觸很早 這個意思就是說 接觸很早的意思 就是說 他的傳統文化流失的很快 再加上這個社很大 以前常常不歸順 所以清張有討伐 其實李藩的日本時代 清朝時代 就常常有大規模的戰爭 日本時代為了根絕他們的這個勢力 所以大規模的簽孫 簽孫就是說 隨便把人 不同的村的人把它聚在一起 然後簽到這個地方 所以他現在一個村裡面 其實有好幾個系統 這結果就是 真正的結果就是說 今天的獅子鄉 他的傳統變得很稀薄 他們這對獅子鄉的人 產生很大的認同 尤其是如果你知道台灣系統的話 最著名我們看到台灣的那個意圖 是北台灣嘛 那個萊裔那裡 萊裔那些部落 保存傳統文化很多 因此大部分的排灣 排灣族的象徵就變成他們族群了 但這對這個獅子鄉來講 一直是一個心理的壓迫 他認為他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傳統文物 早就因為這些接觸 因為這些政治的干預 接觸早就流失了 所以他們一直有一個區 就是不甘心的地方 就是他們被逼著要穿 這個比較北部台灣族的衣服 特別是衣服 他們身上的這個 他們明知道不一樣 但是其實他真正在做的 流行的這個台灣是主流的台灣 偏偏主流的台灣不是他們 那他們其實 因此他們真正 來找我們博士 因為他傳統文化像西美一樣 自認為傳統文化豐厚 他是自認為傳統文化非常不豐厚 因此有意重新正國務館把它挖出來 所以第二次的展覽就是 他純粹就只是要 他來找台北館展覽 只是要找出他自己的族群的衣服 當時他們找到幾件傳統的衣服之後 他立刻找台灣當地的工作室 做了好幾套 他很高興的說 同時他們自己的婚禮 大家不必穿北台灣的衣服 來參加自己的婚禮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 跟其美不一樣的 這個是一個很 沒有傳統流失很快的地方 他反而想要去跟我們合作 就這裡 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想要跟我們合作 就是他找要 你知道台灣是一個頭目的階級 頭目的傳統社會 但是他的頭目制度卻很衰落很快 他也想趁這個機會 所以找他頭目出來 從政他這個頭目制度 也許頭目制度不再可能從政 他至少透過頭目這樣子的一個象徵去 去把他的傳統文化找回來 所以這是他的當代的那個大頭目 他就把他推出來 穿著華麗的衣服 拿著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文物盒來造像 所以說 這些文物板箱的動作 其實都不是一個 由背後有一個簡單的文物板箱 那這是我們 現在還在賽架圖展的 那麼賽架圖的故事 又是另外一半的故事 我怕我今天沒有那麼多時間 那就繼續交代 總而言之 整個這些文物板箱展 都經過這樣子的選見 全調和齊勞訪談 然後最後一起布產 然後最後 都會辦得他們自己 和傳統的開幕的意思 那麼 其實我剛剛說 文物板箱型的展覽 這個部落策展 不只是文物板箱 還有註點福島區 那今天我們時間裡面不太夠 那麼沒有辦法細細的講 那就是講 2018年在海端布農族 文物館也展過一次 它就是 純粹是由一個 博物館專業的人 帶著這個地方 文物館的人 一起做出來的這個展覽 文物都是當地爭執過來的 但它其實 博物館沒有出文物 這個人叫馬天 當時有參加這個展覽 的服務長 現在就變成這個文物館長 他的說實肉本 又在寫在這個展覽 一蠟燭 如果有興趣去看一下 我可能也沒有辦法 這樣講太多 另外我還要強調說 其實不只是這個文物館 詳細的展覽 還有部落到都會 都會賢的特展 像是孫英元住民國務館 也經常在辦一種 與部落結合展覽 辦了十幾年 那麼這是這個 然後另外的 其實這種 還有多重觀點的特展 像台灣其實比較少 比較重點的一齣 除英國的 Hollinger 西亞 他把兩個部落的觀點跟 比較傳統的 國務館 研究特展者的觀點 同時幣製 告訴說 其實文物的故事永遠 都是只有一個 那麼其實 其實最後 我剛剛講了這麼多 其實我想最後 我要講一下這個特展的一個 這個特展的結論 正面負面負然 各種有好處的地方 當然也有不好的地方 我們有半成功的地方 有半不成功的地方 但以成績來講 其實這種特展 就一般的特展來講 是花更多的時間 有時候花更多的時間 花更多的自由 做出來展覽的品質 有時候不見得 不盡如人意 那麼常常使國務館 不反過來回想 我用傳統的特展的方式 跟這樣子合作特展的方式 奏進值不值得呢 我要花這麼多工夫做出來展覽 到底效益夠不夠呢 那麼我想這個 的確就很多客觀的角度來講 這樣展覽的更成功 就比傳統的做展覽的方法 更費時間 更費精神 展覽成績不見得好 但是我看到一篇文章 是一個著名的人類別人叫做 Michael Hans 也是剛剛我們講的 UBC國務館的一個館長 他曾經也寫過一篇文章在抱怨說 他們做這個展覽 每個curator都跟他們 他們吵說他以後再也不要去跟部落合作了 因為過來這個東西 頗為政治正確 但是真正 某管人做起來真的是痛苦的很 有的不見得碰到很好合作的 那麼他就在反問說 那我們職責政調度 真的職責去走嗎 某管真的要去這樣子去 跟人家發這麼多工夫去做這個展覽 到最後不見得 內部不見得受到支持嗎 那這樣展覽有什麼意義呢 那他一直把這個問題去跟當地的人談 說你這樣展覽你滿意嗎 那當地的人也說 其實我不是很滿意 他說你這樣 你現在覺得不滿意 你覺得這樣 你為什麼還覺得這樣展覽可以呢 他說 那個當地有證明跟他講說 這就好像 裝潢你自己家裡一樣 也許你對你自己家裡的裝潢 外面人做得不滿意 或者也許有別人客製化的 你找外面人來做一定會做得更好 但是這是我的家嘛 我覺得按照我的意識裝潢 這才是我才能最滿意的 也許別人可能做得更好 但是裝潢自己的家 由我自己的觀念 由我自己的意見放進去 我覺得才是我的家嘛 他覺得做這個展覽就好像裝潢自己的家裡啊 那麼不管他做得好壞 但是 但是 自己的家要自己做 他覺得能夠這樣自己做 才是值得的 因此 Michael M就說 的確啊 就是 你要別人的展覽 就是 就像裝潢自己的家裡啊 也許或者不欺你不意 但是 就像裝潢家裡 把自己做得太好 好 以上就是跟你們分享的一些經驗 謝謝